桃园的立新医院位在南桃园 70万客家人口的中心 来就诊的病患 想当然大多也都是客家的乡亲 为了要减少沟通的障碍 推广客家文化 立新的院长张焕珍 要求员工或者是志工 必须要报考课与认证 除此之外呢 员工的制服还有病房的枕头 也都烙印上了客家图样 今天感动时刻 我们带您一块来探访 节奏轻快的歌曲 回荡在医院每个角落 这是桃园立新医院的院歌 而且是客语版 让医院充满客家特色 幕后最大的推手就是他 院长张焕珍 忙碌的医学工作 没让他忘记自己的身份 五年前开始 张焕珍把客家文化 紧紧地带在身边 那其实我们有一个核心的遗传的 譬如说 没有 残痘症也不错 没有 没有 我感觉不是在这里 你生意班的 是检查吗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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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像顺耻比检查 對自己的東西 對本土的東西 能夠進一步了解 然後去學習 在南桃園有70萬名客家人 來看診的病患 大多數也是客家人 因此張焕貞定出規矩 希望員工考取客語認證 客語認證就分等級了 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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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幾多年呢 半年 半年啊 好啦 明言一口啊 經言一口啊 能說客語 和病患溝通沒有障礙 就連志工也會說 要看脈的口 因為什麼 骨骼的 對啊 看著 還做得不 還做得不 還做得了 對啦 我們去新聞議 因為油門問題 我們也有反應啦 新聞議 把客家文化帶進醫院 還有專門的服務櫃台 一旁的藝術生活館 也擺設了一系列的客家商品 和一般醫院擺設美容產品 或者是衛教書籍大不相同 甚至病房的枕頭 也印上了客家圖樣 張焕貞說 這還不夠 必須再加強 那當然以後更可以在整個環境上 不管制服啊 病人的制服 通用的制服 還有我們一些桌巾啊 一些的那些 都可以用客家特色的這些彩繪啊 這些我想就是可以加強這些力道 電梯操作也有客語版 張焕貞一步一步改變 他愛客家的心沒有變過 醫護的問診 客家語言串起彼此的連結 醫院的陳設 客家圖騰 烙印熟悉的記憶 走進桃園綠新醫院 院長愛客家的心 醞釀滿滿感動時刻